ZBL是一家美國揚聲器和相關電池生產商 內部分為ZBL Consumers 以及ZBL Professional 兩個獨立的部門 前者是針對消費者及家用市場生產的影響設備 後者則為工作室、坎入室以及巡迴演出可惜式的影響 BJ 及電影市場生產專業的設備 目前公司是由三星電子的子公司哈曼國際工業部門有限公司出名 我們要說起創辦人James Broek 以及他的合伙人德克爾 草創初期也就是ZBL創辦人及國伙人從事收音機製造 以及為電影公司製造喇叭的曲弄器 但這個過程當中並不是完全很順利 包括他的合伙人在1939年一場飛機意外失事 公司馬上陷入了財務的危機 以及面臨到被收購的下場 那James Broek Lansing到自己成立公司是在1946年 但是過了三年之後他就自殺身亡 當然或許這跟他所處的年代有相對的關係 那段時間處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但男星是一位創新的工程師 卻是一個可憐的殺人 他去世之後還以他的保單 將他所創立的公司命為獸醫人 好讓他在他所創立的公司及合伙人 在他過世之後能夠繼續執長 最後在他的合伙人Thomas 成立ZBL20年之後才實現了 ZBL品牌在市場上強勁的增長時期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穩定音響YouTuber頻道 我是Eason 今天很高興為大家開箱介紹的是 我們ZBL L82 Classical這個系列 那在開箱介紹之後呢 我跟大家談論有關於 ZBL在70年代他的整個平台 在全世界及在美國的市場 工程掠地進行一些分享 70年代ZBL在錄音的工作室 這個領域進行大規模的擴散 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1969年哈曼國具在收購了ZBL之後 到1977年之間 大部分在美國境內的錄音工作室 都採用了ZBL艦金打發 也就是我們之前所介紹的4310G 它是屬於4310的衍生系列 那ZBL L100這個系列的揚聲器 是家用版的版本 也是先前我們介紹L100 Classical系列 它是衍生以之前L100的Century系列 那L100我們先前講到在當時 算是賣的最好的一個揚聲器 幫ZBL打下在家用市場非常堅實的基礎 那ZBL L100 Classical複刻 是源自L100 Century ZBL為了要展現它在起形上做了一些修改之後 它們就推出了這個L82 Classical系列 目的是要適應更小的空間來做使用 那因為L100它本身是三陰路的 但是它是一個大書架的喇叭 那在於室內空間比較小的地方 要去採用的話 或許觀眾朋友可以選擇L82 Classical這個系列 那在體型上它更適合在中小型的書房 以及小空間來作為使用 那首先我來介紹L82 Classical它的外觀 採用了葡萄木的貼皮 前面採用了黑色的杖板 那整體外觀來講 它的面罩採用Quadraform的設計 那原廠提供藍色、黑色及橘色的三種顏色 它的固定方式還是沿用當年的孔洞式 那接下來我會給大家介紹 單體的部分採用的是25mm的太平鼠刀眼 那低音單體的部分呢 採用的是8吋的低音單體 有它的紫纖維、它獨家的專利 以及最擅長的低音單體的設計 中間有一個很大的低音反射功能 那這邊我們有看到它的高音 帶有一點淺套感的設計 那L82 Classical跟L100不同的地方 高音的單體是採用對稱性的 不像L100都會在同一邊 原廠也提供金屬腳架帶一點傾斜 讓我們在聽感上能夠達到低音及高音的這個時間效位的一致 也兼顧到美學以及聲學的設計 那最後呢還有room mode的一個調整 這個是一個高音的衰減 可以適應我們空間 那在整體的頻率響應的部分 所以40Hz到40K 分明點是設在1.7K 8Ω 88DL的效率 這是目前L82 Classical這些規格 最後一聲來分享L82 Classical的名品感受 典型的ZBL風格 寬闊大氣 方正豪邁 那保持著絕佳的平衡性 ZBL在過去製造的光榮歷史 那同時又擁有劇院級的體驗感受 富含著衝擊力動態以及飽滿的第一品 觀音體驗非常的震撼 那全球超過六成的電影院 採用ZBL Professionnel電影系統 L82跟L100 Classical之間的差別 其實它仍然保持了L100的一貫特色 整體的音色上規模寬鬆 素質非常的優秀 同時又擁有非常震撼的電影體驗感 整體來講 對我們扣拉機的適應 以及搭配性 都有非常高的相容度 那以上是Eason 對L82 Classical做出的分享 最後如果您也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觀念影響YouTuber的頻道 如果您也對我們這個影片有感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我們下面留言 分享或按讚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